是霹雳虎吴奇隆 因为一部轻功穿越剧 让步入中年的吴奇隆 又尝到爆红的滋味 当年的小虎队 您还记得吗 苏友鹏会念书 陈志鹏擅长跳舞 念体砖的吴奇隆 只会后空翻 但是因为单纯 又不服服的个性 让他在演艺圈 是一路坚持 现在也终于尝到 甜美的果实 站在中间的 通常不是偶像团体中最帅的 就是最红的 小虎队出道以来 那个位置都是吴奇隆的 你或许知道 他叫霹雳虎 是因为那招酷毙了的后空翻 但你可能不知道 这一番翻出吴奇隆 23年演艺生涯 其实进演艺圈 是一个很特殊的机遇 当那年的暑假 我在东区摆地摊 公司的同事有看到我 就留了一些我的基本资料 后来是因为 节目要选小虎队 要征选小虎队 刚开始我觉得 那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觉得 我又不会唱歌 不会跳舞 不会表演 没学过 我就 再说吧 然后就挂了 后来知道找我没用 就找我妈妈 从小练柔道 圈打脚踢这一挂 吴奇隆很照 在参加试镜 唱歌跳舞那一套 吴奇隆很久 去的时候是 我们就是到了一个小小排练场 对 然后像志鹏那时候就很专业 带了一个大包包 然后带了帽子 穿着披风来的 然后包括友鹏也是 那时候他穿制服 穿着制服 他穿建宗的制服 有 人骑了之后他们说 现在开始要才艺表演 我才吓一跳 反正人家这样晃就可以结束 我就跟着这样跳 晃 然后像这样晃 好像没什么意思 所以后面我就翻个跟斗 然后你就被录取了 小心哦 没有准备没带道具 十七八岁的小伙子 误打误撞 一千零一招 获选综艺节目 助理主持人 接着以台湾第一 少男偶像团体《小虎队》发片 乌齐龙的心运 开始欠嘎 撇买点 跟着我们一起上牙 跟着我们一起回响 周末午夜变态 还要逼过了原来 欢迎月亮的小孩 1989年第一张唱片 《青苹果乐园》 在那个只有卡带的年代 大卖二十万张 三只小虎名利双收 但吴齐龙却嫌赚得不够快 从我开始一直到后面 到我 到我 两千年吧 两千年正式去 到大陆去拍戏的时候 都在帮家里搬债 最后的 的钱是在 我两千年工作完之后 还完了 你看看 还工作成这样 有时候我觉得我是捡来的 我爸就会很疼我弟弟 疼你弟弟 就如果吵架 他就说你要让弟弟 我妈就 我觉得会比较疼我哥哥 最不受宠的老二 一肩扛起家里债务 吴齐龙曾经叛逆 曾经轻狂的年少岁月 反而造就他重情 重义的个性 有一天我要大声宣布我的骄傲 那是我太在乎你的结果 我们三个基本上都很感情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是不能见到 对方任何一个人 眼眶红或流眼泪 然后只要有任何一个人 眼眶红掉眼泪 其他两个 眼泪流得比较快 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是 即便你在二十年 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他会一直这样 因为我们拥有的过去那段时间 是很单纯的 最近谁可能状态还不错 比较好 会祝福他 然后可是另外一方面 也会想到说 那自己也要再加油 你知道我好担心 我好难过 却不敢说出口 1992年小虎队解散 三只小虎各奔东西 历经高峰低潮 吴齐龙 苏友鹏 陈志鹏 十多年后 大陆春晚再聚首 对老歌迷来说 是重温偶像风采 对新粉丝而言 是感受巨型魅力 但在吴齐龙心中 那一刻印证的是 打滚演艺圈二十多年 走过风风雨雨后 最真实深刻的执着 和努力 不认识